各位观众老爷你们好 我是AnimeFan 今天来和大家聊聊学员都市的 都市传说 一些真假难辨的故事通过口口相传推移变化 让城市保留住这些故事 以便更广泛的传播 怎么感觉越说越像病毒呢 经过多年发展 学员都市的都市传说部门建有分类明晰的网站 方便不用拯救世界的人们闲暇时有事可做 那说到都市传说的达人玩家 有一个名字是绝对绕不开的 左天类子 他可以在第一次进入友人房间 瞬间发现藏在床底的情趣内衣 随后顺手翻出偷拍照片 他可以通过嗅觉发现散步在小巷中的现金卡 超越炮解雷达侦测 更早发现炮魅存在 最近陆遇变装后连妈都不认识的索奇特 他依旧能凭直觉发现此人有诈 为何一个表面上平凡无奇的少女能有如此神通 真相只有一个 因为他经常玩幻想王国 哈? 幻想王国Hastocasto是一款中世纪城堡经营手游 你作为这个城堡唯一的国王 将要考虑科技的发展 军备的升级 如何成功且高效地抢夺别国资源 以及当月老撮合各位试婚男女 这个游戏呢看似简单 实际上在打竞技场的时候啊 是需要一些谋略和直觉判断的 做得好的话下课上是完全可能的 估计累爷啊就是经常混竞技场 才练就了这么优异的第六感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游戏里面啊 一些有趣的细节 比如城堡河边禁止游泳的牌子 楼上的停机坪 呃是楼吗 每个房间槽点也蛮多的啊 比如说这个聊天室 外面是上下铺和沙发 少男少女就在这儿日夜畅聊诗词歌赋 请到农时进入礼间 那儿就是双人床了哟 正邪两边的推文也十分有趣 这个骑士每次都会赞自己的推 就像我每次都会点赞自己的视频一样 现在想要一起入坑的同学 可以在视频下方点选HustleCustle链接 输入自己的游戏昵称 就可以获得新手奖赏 250颗钻石和3500美金币 如果不知道加入哪个氏族 可以考虑一下我的阿尼饭糖 大腿球带 每次团战分我个成装就好 看到这里你肯定想问 这么好的游戏为啥只有累爷一个人在玩呢 不说了作品年代话题 当锋利发电机的螺旋桨反转的时候 都市将产生异变 此则预言性质的译文在超炮S的妹妹片中被证实 当时为了阻止一方大爷和平现场 妹妹们接受炮劫委托 在学员各地操纵叶片倒转 从而把发电机改成了电风扇 复杂的风向使大爷演算不能 好不容易传出来的元气弹就给吹没了 心灰意冷间 走位不慎 给教主抓住机会反杀 自此大爷跌落神坛 学员都市战力平衡崩溃 一时间群雄割据 顺带一说 小说中有提到 学员都市中的锋利发电机总数超过10万个 这够不够用呢 暂且不论 这地儿怕是一只鸟也别想活着飞起来 Nope 技能升级道具幻想御守 若想升级量子力学 上课听讲下课不思 这也就是为什么量子世界由我们的意识所决定 而据类爷透露 只要用了幻想御守 等级蹭蹭长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是个普通人了 这个快速升级道具 算是故事中戏份最足的传说了 整个超炮第一季前半段都是围绕着它展开 其真声是大脑研究员穆山春生做的一首BGM 听完以后可以短暂获得共享性计算 从而提升使用者的能力 而当用户达到一定规模后 穆山收割韭菜 直接接管所有计算力 使用者集体当机 他打算用这个算力去拯救昏迷着的仪器儿童 当然这个计划最后失败了 其实网上有两个版本的幻想御守 第一个符合设定但完全是噪音污染 第二个是动画里选用的BGM 就是这首 我把这两首BGM的链接放到置顶留言了 有兴趣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友情提示 觉得想吐那是正常情况 不是真的要变超赛了 条码和恶魔的数字 预言世界末日的纸币 这就是史蒂尔贴符文的时候给发现了呗 后来就成了段子 能将任何能力都无效化的男人 妈 教主这种到处消消乐的 成为传说也是很正常 炮姐看到这条的时候 就是虎去一阵啊 动画里展示的只是网站的一小部分 实际上整个故事还出现了非常多的传说 传说在学园都市的小巷中 能发现金额不等的现金卡 这种爆款的传言当然是真有其事才可能 其真身是部署底性 利用四处撒币的方法 让人们自发巡逻街头巷尾 从而妨碍正在进行的绝对能力者净化计划 AKA泡妹屠杀计划 可想而知 在大好人教主干翻一方大爷之后 泡妹集体解放 他也不用再去撒币了 这个都市传说就此销声匿迹 还是会以另一种形态存活下去 就是个未知书了 顺带一提 泪爷靠着出众的财宝秀爵 一人独得七份 然而初春是有春上 目测有个二十张吧 能混美情势力的 那都是狠角色 这当然还是当麻 友情破言权撂倒一方通行的事 只不过传言之初 人们知道是一个叫上条当麻的家伙干的 所以当麻一时间就成了 各路豪强的讨伐对象 学员为了平息事端 请当麻出城海水浴场玩两天 果然当麻顿走后不久 传言就变成了不知名的level zero 当麻出城避风头 index操操着也要去 当麻觉着不妥爱 这丫头是个黑户啊 怎么可能走官道呢 没想到在关卡一查 人家竟然有临时ID 这里index手握大聪的证件罩乃是原创 动画为何要这么做 成了真正的千古之谜 相传有神秘女子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理由的脱衣服 据左天将进一步解释 被脱衣女缠上的人会受到诅咒 也会变成脱衣女 破解方法则是在污染的人头上套一条内裤 而这则传说的源头就是来自木山春生 平时专注研究的他对于裸露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自觉 以前是这样 现在是 以后还会继续 这种衣服只要湿了就要脱掉的品质 真是很值得学习啊 据左天将爆料 当上百个能力者的能力互相碰撞时 就会诞生一种不存在自然中的金属 Shadow Metal不在金属 价值极高 所以在学员运动会大霸星际某场比赛之后 他就跑到赛场上刨坑去了 还没有找两下就给前来打扫的警备发现 浩姐以为有人被袭 你发平A 然后 让学员第三给你下跪 人生巅峰啊大叔 有点自觉好不 那么到底有没有不在金属呢 泪也出品 你说呢 相传都市在研究一项抑制细胞老化 从而延长人类寿命的计划 250年法 成功与否无人知道 而当义方大爷首次见到小蒙老师时 他震惊了 先不说小蒙老师是不是所谓虚数学区研究大臣 可以肯定的是 他的存在的确为这个传说的延续加了把柴火 那为什么大爷如此了解这个传闻呢 这还要说回绝对能力者进化计划 当时还健在的树状图设计者预测 如果一方大爷正常学习提升的话 达到无敌的level 6也不是不可能 需要250年 250年法这个计划应声出炉 有没有继续下去他就不知道了 当然最后研究员还是选择了更快速没人性的泡妹辅助升级计划 当马所在的某高中广为流传的一则译文 小说中小蒙老师在与鸡神秋沙BBQ的时候曾经说 我才不会被什么其他不可思议怪谈下哭的疏 您才是带怪谈呢 据左天将爆料 这都第几个左天了 学员都市地底有着一列从来不停靠车站 永远行驶的地下铁 不出所料却有其事 这列地铁载着学员都市统阔理事会成员之一 王本底葬 之所以不断行驶是为了避免人定位 相传 学员都市的老大统阔理事长 住在一栋连核打击都能防范的建筑物中 这栋建筑物没有门窗 交流往来只能靠有空间移动的能力者领路人带路 听上去夸张的设定 但其实差不多也是真的 能不能扛住核武器不知道 但大光头所在大楼的确是硬扛了一方大野拼尽全力的一击 动画里只是看到大野扔了个楼 而小说中原文可是汲取了地球自转的能量 说是那天地球都转慢了五分钟 然而结果都一样 大楼纹丝不动 肉的一批的同时伤害还高 另外领路人就是黑子加强版 皆不要旦息 相传在守护学员都市治安的人中 有个相当厉害的黑客 他所属的工作站 竟然能构架起比整个学员都市情报中心书库 还要强上数级的防御体系 在魔镜小说SS2中 有高手黑客在攻击网络后被逮捕时 有幸看到了神的本体 据说是脑袋上有很多花的少女 这次说了这么多 其实才是都市传说的冰山一角 还有大量译文等待被证实 这个学员地下迷宫气息着巨大海胆 就很靠谱嘛 都市里到处耳鱼我诈 唯独传说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也有人说都市传说本身 就是为了给予城市内AIM立场一定规则性 是情报操作政策的一环 都市传说本身就是都市传说 世间本无路 走的人多了就有了无头其事的一文 拿错本子了